好啦,那我們就先看第十四頁 十四頁的地方,幫我檢查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要你們寫上去,如果他沒寫,要控他五分 第一個,暫提心理一次,這個I,叫做火車頭 我叫你們寫 這個Is MR,叫做什麼? 司機,幫他寫上去,如果他沒寫的話 因為你要幫他寫,是因為你要控他分數 這三個,都叫做司機 昨天我有說,納成呢? 納成呢,叫做什麼?地圖 寫在哪裡都沒關係,只要他有寫就好 是別人寫的 對啊,本來就是別人寫的啊,你現在拿的不是別人的課本嗎? 不是,之前那個是別人寫的 那就看他有沒有寫,你只要幫我再確認一次就好,那就不要控分 這樣可以了嗎? 他如果現在沒寫,你就幫他寫上去 最後一個,這個叫乘客 好,再提醒你一次,如果正在火車 他看看,迷路了 迷路了,請問你誰去問路? 司機 司機,所以你有發現司機跑到這邊來 請你在疑問句的地方幫他寫兩個字 什麼字?問路 好,幫他寫上去 那既然司機他是去前面問路 既然司機跑去前面問路 所以記得箭頭畫到這個地方來 幫他把問號選起來 上次那個人沒有幫他畫的 但是麻煩你幫他畫一下 一問句就是司機去問路 有沒有,像有個概念 你也當然可以講 B洞子搬到前面,搬到鋸手邊 一問句可以啦 可是再來,簡答 寫上要用代名詞 對,要用代名詞 那代名詞的英文呢,就是PN 你如果懶得嫌的話 然後重點 乘客掰掰 昨天沒嫌到 簡答的意思就是 乘客掰掰 我路不了你了,請你滾 乘客掰掰喔 所以你會發現原本的乘客 已經不會再出現在這裡了 那因為簡答的代名詞 總共就有七個 這七個是哪七個? 不用抄,下面有 好了 再來第二個要抄的是這個東西 第一個 YES呢,就是找到路 所以我們就把火車頭 司機 乘客 原封不動 請你原封不動呢 把他 讓他正常都回來 所以火車頭 司機 乘客的順序 可是如果今天是NO 表示有沒有找到路 沒有 沒有 所以請你記得去 買地圖 NO 就是沒找到路嘛 所以請你幫他寫兩個字 買地圖 可是因為這個司機 真的有一點偏兵 我還是要提醒你一次 地圖放在司機的前面 還是放司機的後面 司機的後面 請後面的乘客幫他一起看 如果有想打的話 如果他是整個都有的話 那如果沒有 那就還是一樣放司機後面 OK 好了 所以再請你一次 一個居子 這個叫指數據 指數據的順序 就是火車頭司機乘客 最多加個地圖 可是你們一定要記住 司機絕對不會放第一個字 除非他是去問路 好 再來我們就往下幫我改一下他的答案 那我們剛剛說的代名詞有沒有 你不用幫他抄 你只要這樣子 pn 有沒有 在這兒 這些都叫做代名詞 i, you, he, she, it 其實還有兩個 we and let 因為這一頁剛好都是單數 所以我們暫時都用單數就好了 好可以了 再來我們就往下囉 第一題他已經給你答案了 這種不用改 再來直接看隔壁 直接看答案 一題全對 不要問我哪一個答案 怎麼可以 都不要問 都不要出聲音 就是跟上面一模一樣的 一題就是五分 好了嗎 好啦 那我們就從這一題來看 我讓他念給你聽 可是你如果看不到的 你往前摸 Is Mr. Wong a teacher? Yes he is he is a teacher 這兩個字可以不用說寫 你可以把它寫 he 跟 意思 可是就是不可以寫 H, I, S 再提醒你一次 H, I, S 是什麼意思 他 他 這個叫什麼 他的 對不對 不一樣就扣 可以的 我都會跟你講 he is 可以拆開 然後簡答 一定要用代名詞 所以格子 一格只能寫一個字 超過的都不能算 都算錯 不用句號嗎 太久句號了 這個嗎 一樣五分 謝謝你提醒我 沒有句號 要扣五分 然後等一下我們統一 會在右上角的地方統一寫上這些種 共扣的幾分 不用一題聽扣 好了 再來第三 Is Nancy a student? No she's not She's a nurse 好,那仔細看 這一題的因為格子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寫 she's 搭配的就是not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我可以把它前後不要 我把它序留著 可是呢 後面是 isn't 所以兩個答案搭配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跟上了嗎 沒有大寫 沒有大寫一樣 一題都是五分 也就是只要跟它上面不一樣 沒有大寫 沒有句點的 這樣一題就是五分 我可以往下了嗎 可以 往下囉 再來第四題 Is Miss Lee a cook? Yes she is She's a cook 一樣 she's 可以拆成兩個字 哪兩個字 she's 對,這裡 你見得一定要求你要說 寫 可是需要拿寫就好了 你可以she's 等一下下一題我應該可以給我講了 不要再問我們就可以了 好 再來 第五題 第五題的地方 Is David a nurse? No he isn't He's a doctor 第六題其實不能自行做答 因為它是唯一一個答案 好了嗎 好,等我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 所以你的第六題應該要寫的是 第一個 Yes I am 可不可以黏在一起 不可以 對,很好喔 我們說過火車在怎麼塞 至少幾節車廂 兩節 所以絕對不可以再說寫 那如果 沒有,這樣就好了 如果它又多寫了一句 Yes 對不起 它寫 I am a student 加它五分 就是它很認真的又寫了一次想答的 加它五分 可是要句點 要大寫 如果它想答直接寫 可以 就可以寫 Yes, I am a student 就好了 可是要加分的是先檢答再想答的 才可以加五分 所以 先檢答 再想答的 還有 所以這樣不能加 你不可以寫Yes, I am a student 只是不扣分而已 可是不能加分 沒寫句號 扣五分 沒大寫 扣五分 沒問號 扣五分 等一下 都不要動 回去 好,再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 下面 一樣 請你再幫我檢查一次 它又能寫上一個東西 第一個 人名 沒有,就幫它寫 第一個 它問人名 第二個 它問關係 可是這個關係呢 它後面一定會有個所有格 什麼叫所有格 mine you were his her 所以在這裡 一個問人名 一個問關係 一個問關係 所謂的關係 就是所有格 加名詞 幫它寫上去 所有格 加 名詞 這個名詞通常是一個身份 我的老師 他的學生 他母的爸爸 瑪莉的媽媽 這種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你把布拉到這了 一 這是我的名字 第二個 拉到這裡來 寫個2 這問的是關係 我怎麼知道它是關係 來,試試看 我驗證一次給你看 你家 剛剛講的人名 你不會有問題 這裡 所有人 加名詞 在這裡 所以是 10的 什麼什麼什麼人 1 人民 2 關係 好了嗎 再來 下面我們就直接看答案 不一樣的 怎麼辦 對 對 一題都是5分 Who is she? She is my grandma Grandma 可以寫Grandma 不行,它上面是Grandma Who's she? She's Mike's aunt 第二題還沒好的舉手 有啦,第四題 有啦,第四題 Who's he? He's Patty's classmate 第三題還沒好的舉手 好了 Who's he? He's Amy's husband 好,這題可以不要縮線 你可以猜看 戶跟椅子 只有這題 其他不行 因為它是格子的問題 所以前四題 它都是 因為它只有兩格 所以戶跟一題是一定要縮線 第五題就不一定了 一題都是5分 我可以往右邊了嗎 好啦,欸沒了 等下45、56 我是少一夜 14、15、16 好,沒錯 那就這樣